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十三五十七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 到今年年底前 中国将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1万公里 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3000公里 改造建设农村公路超过140万公里 到十三五七末 预计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6万亿元